1 2 3 她是黃毅玲 住在嘉義大陵 2015年時 她遭遇了一場車禍意外 被緊急送到大陵慈濟醫院救治 原來她是車禍 她被車子撿過去 手那邊幾乎只剩下皮 黏住而已 血管 肌肉 關節 全部都斷掉 內出血 加上手臂外傷嚴重 黃毅玲的情況很不樂觀 內出血會致死 手那個也會致死 因為手那個血管都斷了 她就一直在流血 所以急救室裡面全部都是血 看到那個節肢統一書 她聽了嬸神說心都涼一半了 然後她不敢簽 趕快推先生進去簽 許鴻達醫師是大陵慈濟醫院 整形中心的專家 回想起搶救黃毅玲嚴重受損的手臂時 心情還很是忐忑 又是肚子裡面在內出血 通常大家都不會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把那隻手弄回來 大家就會說解掉 先搶救生命了 那可是畢竟她還很年輕 所以我們想說能流 那拼一下 因為血管斷裂 無法輸送氧氣和養分 四個小時之後 就會造成肌肉組織和神經細胞 不可逆的死亡和損傷 當時的計劃就是說 你外固定先打好 我血管先幫你接通 所以你血管接通之後 它血流進去的 它一定是會腫的 那之後才會再等說 第二階段怎麼去重建 把它這些功能弄好 經過醫療團隊的治療 黃毅玲因為嚴重車禍 而必須截肢的左上臂 被搶救下來 就是有手然後有感覺 就是觸碰小孩子 就體溫 然後你知道他可能是 跳動 皮膚 毛髮 你這樣摸起來 那種感覺特別不一樣 然後幫他換那種 沒有不啊 就是最基本的 為他喝牛奶啊 對 大力自己醫院 集中症團隊的幫忙 讓黃毅玲原本幸福的人生 可以繼續下去 就很踏實 然後我覺得 上天真的給我們的一個恩賜 對 就是還可以生小孩 然後重點是那個 昨天去看楊醫師的時候 還特別謝謝他 就是當初還好有他們救了我的手 還有那個徐宏達醫師 就是堅持保留 就是要把手留住 所以現在就可以很順暢 然後又可以抱著孩子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集中症醫療挽救一個生命 更是保全了一個家庭的幸福 他真的看到說 你把他病人的手留下來了 他留下來 他又可以抱他的小孩子 來給你看 其實蠻感動的 沒錯 所以他開心 其實我們比他更開心 我就馬上跟楊醫師說 楊醫師 你做小孩回來 你要過來看我 對呀 所以其實大家都蠻開心說 有這麼好的一個結局 在家庭的工作 是一之八